排解民众纷争 推动地方和谐 中央日前举行111年调解案件和极优人员表扬大会 全国643人获奖 台中市占了117人 表现最亮眼 此外调解成立率也高达94% 连续四年 全国第一 市长卢秀燕在市政会议上感谢这些调解人员的贡献给予肯定 由行政院长陈建仁亲子颁奖 中央日前表扬111年调解案件和极优人员 肯定调解人员在地方上的努力 全国600多人获奖 而台中市表现最亮眼 全国有643名的调解人员受奖 台中就占了117名 大概在全国调解受奖人员将近两成 是全国获奖人数最多的城市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从车祸 婚姻甚至遗产等 各式疑难杂症 调解人员热心工艺为民服务 在地方上扮演着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角色 避免诉讼案件大幅增加创造双赢的局面 然而台中市不止调解机优人员位居全国之冠 就连调解成立率也是连续四年全国第一 从108年到111年去年连续四年获得全国第一名 那我们一年调解多少案件呢 真的是不少 一年台中市政府各个区公所叫强调解20907件 你去年讲调解两万件 其中94%都可以成立 表示我们这些工作不满 工作不满 经常雕概 那所以呢减少纷争 让大家有一个和谐的处理的结果 调解机优服务卓越走出亮眼成績单的同时 也象征用最经济省时的方式来守护地方和谐发展 在这边